《小红帽之狼人猎手》 《小红帽》已经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 他跟吃瓜哥不仅是同事而且还是恋人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为了早点把生米煮出熟饭 小红帽带着吃瓜哥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小红帽的奶奶李大妈和二哥大长脸热情接待了吃瓜哥 大长脸说我妹妹既高冷又叛逆 你是用什么手段让她就范呢 吃瓜哥说二哥你误会 我一直处在被动的地位 不说了说多了都是累 小红帽说我跟吃瓜哥的事该办的也都办了 也没什么悬念 所以我打算把咱家的家屎跟他说说 李大妈说那孙子的面相可不太好 八子没掉眼角以后肯定出去下骨狗 小红帽说真那样的话那就歌一永至一了百了 吃瓜哥正在门口找信号的时候 狼人的首领炮灰叔浑身是血的扑了过来 把吃瓜哥吓一跳 炮灰叔临死前一直念叨着王的白王的白 把吃瓜哥听的是一头的雾水 吃瓜哥说哥们撑住了我去叫人 吃瓜哥跑到门口扯着嗓子喊道 赶快打110120 门口那孙子马上就不行了 当大家伙跑过去一看呢 发现炮灰叔已经被烧成了渣了 你大妈说这孙子临死前跟你说什么了 吃瓜哥说他刚才一直念叨着王的白的名 这到底什么情况 短短几分钟这人就烧这么干净 这不科学 正说着呢一名警察开了警车赶到 吃瓜哥刚想做个自我介绍 可这警察根本不搭理他 小红帽说这是我大哥呀 人狠话不多 胡子哥说这人是你带来的 你去跟他解释 小红帽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猎人的 专门捕杀狼人 吃瓜哥说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 什么狼人吸血鬼啊 别开玩笑 由于小红帽给的信息量太大 这吃瓜哥一时半会接受不了 于是便跑到小树林小花神去了 到了晚上 吃瓜哥正在树林里瞎悬末的时候 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的狼人 王的白突然出现 两人聊了没几句 王的白就变身了 吃瓜哥一看大事不好 三阿子就跑 可那还能跑得了 王的白上去吭吃又一口 眼瞅这天都黑了 这吃瓜哥还没回来 这小红帽坐不住 当小红帽找到昏迷的吃瓜哥的时候 这哥们脖子上的伤口 居然已经神奇般的痊愈了 惊魂未定的吃瓜哥说 我看见那王的白了 那孙子当着我的面变成了大灰狼 都把我吓出墙了 这到底什么情况 小红帽说 我们家祖曾经跟狼人的首领 炮灰叔达成的协议 自要是在满月的时候 他们不出来捣乱 我们就不跟他们开战 胡子哥说 炮灰叔这些嗝屁 那停干协议肯定就是废止一张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接下来应该会有一场恶战 吃瓜哥说 我已经彻底被吓尿了 得回屋好好的睡觉 胡子哥说 王的白居然没养他 这孙子的命可真大 李大妈说 别那么武断 咱静观欺骗了 转过天 四个人开着车 来到了狼人的领地 准备先摸摸王的白的情况 然后再制定作战计划 在干掉了几个龙套之后 女孩说 他们准备让我参加下一场游戏 小红帽说 是狼人杀吗 女孩说不知道 但他们说 只要一参与这种游戏 就别想出来了 转场之后 王的白正在跟手下 发表激情四射的演话 王的白说 我们的祖先过去遍布这个星球 一直处在15年的最顶端 可自打人类一出现 把这个格局彻底打断了 咱现在必须进化 不能等到只有满月的时候才变身 你们得抓紧时间升级到最新版本 该打补丁了打补丁 做到随时需要随时变 这样才能跟人类决一子战 王的白说完 就开始了一场猎杀的游戏 他把几个抓来的人类放了之后 让自己的手下去追杀了 其中一个哥们挺幸运的 误打误撞跟胡子哥等人遇上 由于这吃瓜哥 已经跟狼人有了心灵感应 因此那狼人还没现身的 就被他给发现了 吃瓜哥的这一行为 引起了胡子哥的怀疑 鉴于形势的严峻 李他妈迅速召集大家 开了一碰头会 李他妈说 停战协议已经被撕毁了 所以甭管是王的白说二大 资要是狼人 统统给我弄死 月圆之夜 吃瓜哥实在扛不住了 很快就变了身了 胡子哥一看 就打算让吃瓜哥领和汗 但是被小红帽给拦住 由于是头一回变身的 这吃瓜哥还有点不适应 小红帽上去就把这哥们给垫晕了 第二天的一早 吃瓜哥醒来一看呢 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笼子里 两人隔窗相望 都无比的惆怅 胡子哥说 猎手跟狼人自古以来施不良力 而且你们俩以后也没法闷点蜜 你干脆让我一枪把那孙子给毙了 小红帽说你给我住口 谁敢动吃瓜哥一根寒毛 我就跟谁玩命 由于这硬件跟不上 有些狼人想升级到最新版本 确实不太容易 一个个都泪屁 王的白说 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转场之后 小红帽三兄妹摸到了王的白的老巢 哎呀 这装备也太简朗 而且王的白随随便便扔了颗毒气袋 就把这三位给弄不全了 王的白说 就你们这几块料还跟我斗 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王的白说完 就让手下把胡子哥和大长脸一放 游戏正式开始了 猎人变成了被追杀的猎物 此时哥俩的心情是无畏杂陈的 受伤的胡子哥正靠在树上捣气的时候 突然就被狼人给掐子 这大长脸真是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还舔着脸回去救小布帽 王的白摇神一变 这三兄妹夜不归宿 吃瓜哥和李的妈都坐不住 吃瓜哥来到王的白的老巢 很顺利的就把小红帽给救了 王的白利用心灵感应 开始做吃瓜哥的工作 说老弟啊 你现在已经是大灰狼了 我就是你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 谁远谁近你回去好好想想 虽然被迫跟王的白有了血缘关系 但吃瓜哥绝不认命 又是一个月圆之夜 王的白带着手下发起了走路 这时候话风陡然一变 小红帽从之前的弱姬突然就开了挖 七里咔嚓就把修炼千年的王的白给杀了 没有一点点的防备 也没有一丝的故意 你就这样的出现 是不是有点太扯淡了 吃瓜哥那边变身之后 也没有丝毫的故意 直接就让慈眉善目的李大妈嗝的屁 哎呀 什么叫引狼入室 这才叫引狼入室 第二天的一早 小红帽正在野外瞎溜达的时候 装进了吃瓜哥 吃瓜哥说亲爱的 你也被咬了 那太好了 以后我就是灰太狼 你就是红太狼 咱俩再生个小灰灰 就可以比一双飞了 遭受了灭门之灾的小红帽 此时是悲愤交加 一刀就把吃瓜哥给杀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酒 电影拍的很扯淡 人物也都不好看 尤其那个小红帽 演技全程不再见